好 那麼如果說我們現在網路速度比較慢 您就用這個桌上型的這個版本來用就好 那你一進來之後它一樣跟微環簡報一樣 有給你版本選擇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面的 那當然其實因為我們現在用桌面版的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差別 你要選擇有沒有3D都還好 那如果您是在網路上的話 假如網路速度比較慢 可能3D的我就建議稍微就是先暫時不要選 好 硬硬也還不錯嘛對不對 那其實你都可以先看看 假設你想用這一個的 好 假設用這一個選好了 我就按選擇有沒有都建好了 那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其實 你因為剛開始用的話 我們大部分都喜歡套半本 為什麼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厲害 哈哈哈哈 剛開始不會嘛 就用別人啊對不對 可是你做到一段時間之後 事實上你要學會我現在開始 我會比較想要開個空白的就好 為什麼 因為開空白的 你才有辦法天馬行攻的去做啊對不對 別人做好的是一種方式嘛 可是他也會相對限制了你的什麼 你的發展 當然你可以去改 這都可以改的這個OK 好 那你做選好之後 不要馬上開始的樣 先動工 你先prevent 先幹嘛 到底他長什麼樣子 因為你只看到標題了 就是那個頭而已嘛 所以點了prevent了之後呢 你看這邊 有沒有 你就知道他的順序了對不對 對 簡報的順序了 好 那你可以回到 最首頁這邊 回到最原始的 那或者從這邊把它關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他 這個範本 他給你五個時代有沒有 五個時代 所以你很清楚 他就是 這樣子高飛上去嘛 哈哈 他的原理是這樣 那 瞭解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開始 你要打字 你會發現中文打不出來 點了 我用沒什麼嘛 中文 真的有哦 我有打哦 可是有沒有發現出不來 所以麻煩各位 先不要急 你來這邊 這個呢 看起來也叫template 也叫範本對不對 事實上他比較 類似像我們在 Windows比較習慣的名詞 叫做布景主題 也就是說我今天 你看到這個文字的顏色啦 有沒有 這個的顏色啦 對不對 我們可以換 那 因為中文不在那 不在他預設裡面 在這裡 有看到了嗎 所以如果你要找中文 要找日文 這裡 韓文也有 所以你要選擇這個 雖然他這邊的 這些顏色會變 但是這樣還可以再改 還可以再改哦 所以 你選好了之後 這個就不用理他 你就回來了 再點一下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你來點這邊 中文有沒有發現可以打出來的 那我打那剛剛的拋棄的拋給你看 有沒有發現出不來 好 雖然可以打中文 但是就是 有一些字是出不來的 那 相對的 如果您是在使用線上版本的時候 也是一樣 因為 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你會發現連中文的字都打不來 即使我剛選的那個布景 還是會打不出來 就是會遇到這個情形 那 所以可能你要先確認一下 如果你發現 中文字打不出來 那不用懷疑 就是你現在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的原因 好 那 請問 如果你真的 一定要 某些中文字怎麼辦 我們剛剛不是有 兩三個小軟體嗎 對不對 您可以來這邊 那個Photocab 您可以把它打開 Photocab的話呢 在 我看一下 Photocab 在這邊 你把它打開之後 裡面有一個執行檔 直接點兩下就好 這個不用安裝 不用安裝 好 這個防毒暗體沒差 繼續執行 好 那 等一下呢 您打開了之後呢 從這邊開一個新的檔案 新的檔案 那因為我們 一般來講 標題通常是 這樣子的機會比較多對不對 可是它預設給我們 通常會怎麼樣 比較 細細卡卡 所以麻煩你來這邊選擇 自訂尺寸 好 自訂尺寸 你就開 從左上角 開一個新的編輯 告訴它 我要自訂尺寸 好 比如說我只要 這個 640 我乘200就好了 好 就這樣子 然後按 OK 這樣就是 一個比較橫式的 這樣沒問題吧 等一下我們來試看看 好 我把它還給你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來試看 字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物件有 123 對不對 第一種最單純 這個呢 直接打字而已 所以你點了之後 它會給你看一下 我有很多的什麼 有沒有很多預設的文字類型 嗯 你就選 看你要哪一種的 好 假設我要這一種的 點一下 好 這樣字就進來了 那 字怎麼打呢 在上面這裡 好 那當然字型你要用什麼就隨便你了 對不對 你要娃娃體比較可愛一點的 這樣 沒問題了 OK 那當然如果你有比較多的設定的話 你可以按 在這個上面點按兩下 或者是您從這邊 物件屬性來設定 也可以 所以比如說我想要有點陰影的感覺 好 你看我們這個有一個叫做陰影 現在是沒有打開 對不對 打開 有看到陰影了嗎 好 那個距離你可以自己調 我想這個 應該對各位來講應該是還OK的 好 所以第一個就這樣子 那 第二個呢 欸 這個東西就比較像什麼 呃 各位在Word裡面 或者Office裡面有沒有用過一個叫文字 是 物件 就是它有一個那個繪圖工具列啊 就那個文字 所以你可以針對什麼 每一個文字的大小 顏色色不一樣 剛剛這一種就是大家都一樣的 一樣的顏色 一樣的大小 一樣的字型 可是你在這裡面就是可以 像文字區塊一樣 好 那 這個我就不用講了 為什麼 因為 你一定有用過那個東西叫做文字藝術師 有吧 有印象 所以是不是 字想要彎彎的啊 對不對 對 它裡面就有 好 所以 這個呢 你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 其實 因為這不是我們主要重點 所以我先簡單的 就打上這麼一個字 OK 我把它放好 好 您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塗層的概念 有 但是現在 我如果把這個放到我們剛剛這個裡面來 那就完啊 因為這樣會擋住邊 我現在那個背景 我把那個背景設定一下好了 來 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換成中文之後 有沒有發現底圖的顏色不見了 我們本來有一個藍色的底啊 對不對 好 你看 如果你發現我套了中文 可是我要的東西不見了 你從這邊 你可以來這邊制定一下 看到了 好 你可以來制定 那 從這裡進來 好 首先有沒有看到背景顏色 背光的顏色 好 你可以選擇一下你要的 好 套進來了 然後呢 你如果有背景圖 你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我們這邊就在下一步囉 這是第一個 然後字的顏色 欸 title的顏色 可能現在用這個就不太適合 欸 我可能用綠色的有沒有 這樣比較凸顯出來 它的字主要有三種 一個就叫大標 大標 然後呢 刺標 跟內文 body就是內文 好 body用內文 所以 你可以找看看 你覺得 嗯 哪一個 你比較適合 好 那 像這個呢 可能我用白色的 字就比較清楚一點 好 如果我覺得這樣OK的 我按DUN 有沒有 外面回來就不一樣了 可以 好 那你想看看喔 如果我在這邊 直接拿這個底過去 這樣是不是就蓋住了 所以 當然這樣不好 所以我們把底層這個 眼睛把它關掉 這樣 你會看到類似像這個賽車格這樣 這代表就透明的 好 就透明的 所以我們當然拿過去 就可以 那 你要拿過去怎麼辦 你可以直接來這邊存檔 好 直接從這邊存檔 那 存檔的時候 各位 所以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 這幾種圖片的格式 您有用過哪幾種 JPG 用到不要用為止 已經快爛掉 可是 JPG 並不是最好的影像格式 為什麼 因為JPG 你看一下左手邊 它出去的時候 它是不帶透明度的 所以它不能做透明 再來JPG 它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它一定會做壓縮 所以 圖片你越存越多次之後 影像品質越來越差 因為它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就是 反正我就丟掉一點 檔案就變小 丟掉一點 檔案就變小 所以 所以我們通常沒有很建議 各位用JPG 那你說別的 哪一個會比較好 你看一下 事實上 這個 PNG 現在在網路上是比較OK的 因為它本來就針對網路而來 叫做 Codebar Network Graphic 可惜式的網頁圖片 網頁圖片 那它本身呢 就可以帶透明 可以帶透明 而且我們剛剛這邊 你看這裡 我故意加了一個陰影有沒有 拿過去是可以用的 好 所以 這個是 待會我們要用的格式 那麼 如果你希望說 我以後 這些字 這些圖 這些字的位置 或者我還可以加上一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 我想這樣還不夠啊 我想要加一些裝飾的東西 那它這裡面呢 有送你一些圖褲 或者你可以加上自己的 從這邊找 好 這裡 我們找看看 好 假設我就要這隻熊好了 好 進來 因為這樣子 那圖層順序按著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紅紅的 對不對 我們把它拉上來 好 這樣在上面啊 假設我想要這樣子 標題也可以啊 對不對 然後把它存出去 那麼 你如果希望以後這些東西都可以改 要麻煩你存一下它的什麼 原始檔 叫做工作檔 下次這些內容都可以再改 好 那原始檔存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存成PNG 我來把它先存成PNG 來給各位用 但是要記得喔 存PNG的時候 請你存這一種格式 因為我們要32位元的 32位元它才會帶這些透明的資訊 有沒有發現這個透明的流程 好 這個比較重要 那所以呢我現在把它存出去 把它放到我的暫存區裡面來 好現在呢我就存出去了 OK 那我存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插入 圖片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事實上它有一個蠻大好處 你要插入圖片 不見得要 圖片一定要在自己的電腦 從Google查的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是從自己電腦上找上來的 所以我來找一下 我剛剛放的位置在這邊 好 進來 請問 有沒有剛剛好 底圖是不是不見了 有沒有在透明 而且你看喔 好我們插一個物件進來的時候 放大 縮小 對不對 你要移動 這樣 重點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在這邊 這個陰影 有沒有發現它一樣是半透明的 所以 PNG最大好處 它帶的這個透明度 它是有256階 就是從透明到不透明 中間還是這樣 就是有256的程度 好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像這樣子呢 你在用就會比較OK一點 所以 雖然有些自我打不出來 中文的部分 但是你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去做改變 好 這是第一個您可以參考 好那當然萬一你的圖片比較大的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裁切 因為我們在Office裡面也有這功能嘛 對不對 你就把 比如說我剛剛其實還是比較大一點 因為有些人剛剛我有看 有的人他還是四四方方的 對不對 你就裁切完了 就切好了 就這樣 好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先解決第一個就是 有關文字的部分 如果說剛好你的字是打不出來的 或者你需要有多一點變化的 其實可以從這邊來做 從這邊來做 那這個是像這樣您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您可以再Present一下 像這樣 OK 這樣應該第一個 沒問題了 我把畫面就先還給您